原来真不怪老板们都好色 只能怪这生活实在是太诱惑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这部小妖精勾人的家子音 直接给国企老总都迷晕了 然而 就在老总恨不得马上找个没人的地方 跪在这个妖精脚下 双手奉上合同之时 她的内心却仿佛听到了一声唬笑 果然 她看到了一只猛虎正在向她走来 可一旁的小妖精 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看着走来的大妈 她还以为是来抢合作的同行呢 可常年和别人老婆打架的小妖精 哪还管你什么三婆四不婆的 吃了亏的她就必须打回去 就这样 小妖精不仅把国企老总打上热搜 也打掉了公司上亿的合同 可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的小妖精 却靠着自己和老板的裙带关系 不仅没有被开除 反而得到了老板的赔偿 Vidia 不要有压力 您这也算是因公误伤 公司会补偿你的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为了堵住集团的问责 这个老板竟然 还想要这个项目的前责任人广文 出来背这个锅 要知道之前可是她强行换掉了广文 生生把小妖精送去摘头 才会弄成这样的 看着公司有这么个 好色又无耻的老板 广文知道这个公司没有未来了 就这样 为公司付出了20年青春的她 主动选择了辞职 然而 就在她把最后的坚强 留在和同事们的告别后 她的内心却无比的难受 因为她深知 40岁的人在就业是多么的艰难 可就在她把自己关罪 在问未来的路在何方时 命运又给她开启了一条路 40岁的阿姨正准备来的罗友 可谁知 一个男人却忽然闯了进来 吓得女人差点落水 好在危险时刻 男人一把拉回了她 可谁知 女人却一把将男人推到了水里 甚至还恩将仇报地说 男人是垂帘她的美色 故意来偷看她的 你怎么那么自恋 我出什么呀 出你身材了 不你身材差 我身材差 不好意思 都这么走啊 不应该跟我道个歉吗 手给我松开 被你看光的是我 我不是故意的 那你也看了 你有什么好看的 你有什么让我看的呀 你再跟我说一次 一把年纪来成名一次 注意身体吧 你不腿把还瘦啊 原来这个男人本是女人的初恋 只不过比起别人初恋的美好 他和女人的这段初恋 全程就像是一场事故 不仅他们的相遇就是场事故 在热恋中 女人处处要强的性格 可总是压着男人一头的能力 更是使得男人觉得 这份爱情就是一段孽缘 然而 让男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分手20年后 又是一场事故 让他再次遇到了这个女人 看着这个冤家多年后再次出现 男人有了重不祥的感觉 果然 在接下来短短的时间里 但凡男人有什么重要活动 这个女人就会像温神一样 出现在她的世界 并且总是用特别尴尬的表现 让她无所适从 就连男人想要在酒吧泡个妞 都能碰到这个温神 生生被她搅黄了好事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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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你啊 你啊 丁董 你这次验出不起来啊 一天跟我一起 那天还忘了都没你搭车 就算能胆持真好 那这你武侠自己撞上来 你在这啊 你松上我 丁董 你怎么还推我啊 你推我啊 小姐 你一干扰她 我们能道歉吗 不是 丁董啊 你这个人的手 这不成功吗 跟走了 我想好又会联系 对 我应该怎么满意 你跟我走啊 你快点 然而更让男人没想到的是 不久之后 这个女人竟然跳槽到了她的公司 并且还成为了她的下属 看着上天这样的安排 男人知道这段孽缘是躲不掉了 她曾是有着小董明珠之称的女强人 传说仅靠着一只42码的大脚 就帮公司要回了上亿的烂账 可就是这么一个名气女强人 却在跳槽到国企的第一天 差点被吓晕过去 她发现这里的员工不是上班打游戏的 就是看电影的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事 作为新来领导的她 好意提出吃饭 这些人竟然直接拒绝了 今天我第一天到公司 如果晚上有空的话 我想请团队吃个饭 不好意思啊 今天晚上家人有约了 我晚上去跳槽 你们玩得开心啊 今天不方便 约来看电影 我最近减肥不吃晚餐 这下给这个 纵横商场20年的女强人都弄懵了 于是她怒气冲冲找到了大老板 向她反映了情况 可让女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大老板听到原油后 独蛋没生气 反而告诉她 这里是国企 不要把资本家那套996007 拿到这里来 国企不玩剥削 玩的是共赢 玩的是格局 男人的这番大道理 让管文彻底的怒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时隔20年后 自己竟然又听到了这样的大道理 原来这个男人 即是他的大领导 更是他的初恋 只不过在他们恋爱时 他们就因为 这个世界到底是公友好 还是资本好的这个问题 没少吵架 毕业分手后 两人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信念 一个在资本的路上 把自己做成了女强人 一个在公友里摸爬滚 打成了大领导 可让管文没有想到的是 如今他竟然又落在了这个男人的手里 又要听他所谓的天下围攻大道理 可让管文没有想到的是 很快他就将看到 男人所说的国企大格局 几天后 一个合作商来公司 找管文的前任要赔偿款 得知前任去采缝任机了 就非要赖着管文来赔 看着这种前任留下来的麻烦是 管文本想拿出名企资本家 能赖就赖 该不认账的那套方法 可当大领导得之后 不仅没有赖账 反而赔礼道歉 并马上同意了五千万的赔偿款 看着男人这有担当的操作 长期掉在前眼里的管文 顿时有了种疑惑 难道在过去的岁月中 真是自己错了 此时的他恨不得时光能倒流一次 让他去每一个和男人相遇的节点 好好再了解一下这个男人 这是女人第一百零一次相亲 独特的穿衣品味 以及优雅之性的谈吐 使得他在整个空间里 显得那么的仙气飘飘 只可惜他的相亲对象 不仅是个近视眼 还是一个俗人 面对着如此绝世的美女 男人不但看不到他的美 甚至还在内心里把她 和她平日里洗脚的妹妹 画上了等号 看着眼前这个仙气飘飘的 男人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他哪里知道 其实 女人在生活中是一个又欲又撒 且年薪百万的女强人 而他之所以特意打扮成 这仙气飘飘的样子 全是为了应付掉 家人给他介绍的对象 因为他的心已经无法有其他人了 有一位白马王子 已经在他内心里住了二十年之久 只有那个人 才是他想一起到老的人 从没见过这么虎的女人 不仅一茶壶差点打爆了老板的头 治疗的时候 竟然还把自己脚上的创高贴 直接贴在了老板的头上 更夸张的是 看到老板头不晕了 他居然还要老板去给他换水 可就是这样了 老板却对他言听计从 因为老板已经深深爱上了他 原来 别看这个女人乍乍乎乎的 可有事他是真敢上啊 几天前 当得知老板要去参加一个 竞争对手的鸿门宴时 女人就非要跟着去 哪怕是只能坐在门口当保安 不能入座他也要跟着老板 而当他看到老板好像被灌倒后 他更是不顾危险直接冲了进去 泼了竞争对手一脸的酒 差点还被竞争对手给打了 好在 老板当时只是装罪 这才能够安全脱身 我就算喝多了 你也不能当我的人 在回去的路上 虽然蒙受了几亿损失的老板 口里对他有点微词 但心里却对这个彪悍的女人 萌生了好感 要不是碍于上下级这层关系 老板真想送他一个亲亲 然而老板的心思 没能逃过跟随他多年司机的眼睛 随着一个左满舵 再加一个右满舵 这个司机成功地掩饰了 怎么才能当一个领导的好司机 就这样 从那天起 老板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 以前对他严厉的老板 现在不仅对他言听计从 更是没事就找机会想要接近他 进场 坐这儿 咱一起BB器械呗 我检查一下你最近的健身效果 看着老板这么可爱的变化 女人知道他们的这段孽缘又开始了 有些爱要往心结果 落得一百涂地 有些永远在憧憬 却只差一步距离 不问世间什么之美 爱情绝对是个奇迹